他以前可能赢他的对手三四条街啦 可能现在只赢胜半条街吧 所以 Mazda 可能要思考一下要去改变啦 自从梁家辉讲完 Mazda 不塞车之后呢 Mazda 销量就砰一下上升 就好像这个 Mazda 3 一样 在今年 1 月到 8 月的销售成绩呢 Mazda 3 的 Liftback 跟 Sedan 呢 总计销量竟然超过 Corolla Altis 是不是很紧 而且在不久前 Permas Auto 刚刚推出了这个 Mazda 3 的神级版本 所以呢今天就来试驾一下这个 Mazda 3 的升级版本 Mazda 3 Liftback 的 High Plus 虽然讲是升级版本 但是这次 Mazda 3 的外观设计基本上是没有变动的 主要的差异在于车型的改动 还有配备的增加 原本的 1.5 公升自然进气已经没有啦 现在你买到 Mazda 3 最少都是 2.0 的自然进气 我觉得有点小可惜啦 因为我个人真的还是很喜欢 1.5 的版本 虽然没有力但是还好玩 但是这个 2.0 版本动力就更强啦 然后另外一个升级的点就是在于它的配备加强 在这个 2.0 的 High 版本呢 你就可以拥有部分的 i-Active Sense 功能 如果是 High Plus 的话 它的 ACC 加入了 Stop & Go 的功能 当然如果你是买到这个 In-Night Edition 的话 那个版本会有 360 镜头 会有 Boss 的音响 会有红色的内装 当然那个价钱也会更贵啦 所以今天还是主要以这个为主 打开引擎盖它是没有油压顶杆的 然后在这个底下呢就是我们熟悉的 2.0 公升 Sky X-HG 自然进气引擎 带港内支喷技术 最大马力表现是 162 HP 峰值能力表现 213 牛顿米 然后匹配六速的自排变速箱 有运动模式切换 然后有换挡波片 你单单看引擎数据的话 这个引擎它的数据差不多是 接近这个 1.5 公升的 MPI Turbo Engine 就一流讲这个 Proton S70 的引擎 还有这个 Omoda 的引擎那样 不过呢它只失踪到 还是一个自然进气引擎 所以它在流畅度 是好过涡轮增压引擎的 可是在加速的那个 冲进呢它就输给涡轮增压引擎的 但是呢油耗表现其实还不错啦 就好像昨天我从这个 Johor 驾车回 KL 这样子 一路上都是塞车 但是我基本上还是可以拿到一个 6.8L 或者 6.9L per 100 km 如果是比较顺畅的道路使用的话 可以拿到 6.6L per 100 km 这样子的油耗表现我觉得其实还是不错的 这个也就是大排气量的自然进气引擎呢 在高速公路巡航的时候它的优势啦 不过动力表现 这个再加速还是输给涡轮增压引擎一点 所以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引擎啦 爱好极致驾驶体验 全新的 Falcon Anzenus FK520L 就是为你打造 完全日本制造 采用全新技术让轮台的使用说明更长 同时加强了噪音的抑制表现 让你的移动过程更为安静 实地表现也更好 给你更好的加速表现和操控感受 开灯什么 赶快游览 Falcon 的官网 或是前往 Falcon 的经销商询问相亲 之前呢我们有拍过Sedan版本给大家看 这次开回这个Hatchpack呢 我发现到我还是比较喜欢Hatchpack的 这个Hatchpack的尾部设计 非常的饱满 非常的Sexy 就好像你看到连女神一样 不过呢它的C-Pillar其实是比较粗厚的 所以这样子的设计会导致坐在后座的乘客呢 头部的压迫感会比较明显一点啦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因为这样子的设计 所以这个整个后大镜的这个面积会比较小一点点 不过经过我几天的驾驶 如果你是从这个后视镜看后面的话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还是OK的 然后呢 Mazda 在设计的部分呢 真的是不需要担心 你知道这一个车呢 它的这个后面的那个button是在哪里的吗 它的button隐藏在这个logo的下面 隐藏式的门把 看起来一体化很好是不是 打开之后 这尾箱空间表现其实没有到很出色 跟Sedan 相比的话 它是输很远的 问题在于 它支援六四分离已被倾倒 所以它的空间运用度会比Sedan 更好 如果有时候你需要载点那种 椅子啊 小桌子之类的东西啊 Sedan 一定是塞不进的 可是Hatchback 可以 所以就是各有优势 但是以颜值来讲的话 我个人投 Hatchback 一票 一直以来 Mazda 的内装都是以高质感著称 这一次呢 基本上它没有什么改变 也是一样啦 还是维持了很高的质感 你摸到的地方 触感都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视觉效果也很好 它以前可能赢它的对手三四条街啦 可能现在只赢身半条街吧 所以Mazda 可能要思考一下 要去改变啦 尤其是它的对手都在进步的时候 但是呢我还是必须讲这个内装设计看了还是很喜欢 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整体的内装布城呢 跟以前的一款老Porsche的车款呢非常的类似 都是那种以驾驶者为主出发的设计 你可以看到我坐下去之后我抓住steering 这个桌子是不是就很有这一个战斗格调 然后前面还有个抬头显示器 如果下赛道的话感觉应该会不错 但是大家应该也看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辆车非常的低矮 这辆车我基本上已经调到了最矮的驾驶座姿 我的头也已经差不多碰到车顶了 幸好有一个天窗 不然的话我的头应该是会碰到 所以这辆车空间本来就不是它的这一个卖点 所以各位Mazda 车主不要喷我 一直讲空间小啦 这辆车的空间真的是小啦 不过对我来讲问题不大 主要的是驾车开起来爽就好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呢 这个仪表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的好看啊 当然会有一些人吐槽都2024年了啊 这个仪表还是一个半数位化仪表还有传统之争 但是实际上呢这个设计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精致 然后里面的图标等等 都设计得非常的好看非常简单易用 所以这个内装设计 尤其是这个仪表我还是会给到9分的高分 然后这个10.25寸的主机呢 使用起来也非常的流畅 然后也支援无线的Apple Covered 这个是大家都很喜欢的点 然后它的USB口也变成了Type-C 就是讲你的手机充电也会更快 然后前面还有这个无线的手机充电机座 还有自备架 整体的置物空间表现不错 但是我必须吐槽的就是没有触控功能 这辆车是完全没有触控功能的 你要控制这个主机只可以通过这个旋钮 不过这个旋钮的逻辑啊 我个人用了很久还不是很习惯 我个人觉得触屏会比较好 但是原厂表示触屏会让你分心 可是我觉得如果我在开车我要调东西 然后通过这个旋钮来调整的话 其实我一样也会分心啊 所以倒不如给我这个触屏主机更痛快一点 你讲是不是 然后在安全配备的部分啊 原本这个i-Active Sense 是有这个ACC啊 然后有车道维持系统 自动紧急刹车等等等等等等的功能 不过这一次升级了Stop&Go 所以呢如果你在这个Highway行驶的话 有赛车的话这个Stop&Go功能就派得上用程了 然后剩下的东西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个内装设计我是真的很喜欢 你怎样看 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这个高质感的后座呢是掩盖不了它的空间效的 然后身高180亿你看前面是我的标准桌子 我做它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 然后因为它在国外是有Override的版本啊 所以中间骨骑面积是很大 可是还是有冷气出风口 然后这边有个小吊钩 良心建议千万不要在这边 掉你的COPIO或者是DATA LED 因为一定会掉下来的 然后除此之外这个内装其实 后座的空间表现啊 可能真的没有这样出色啦 但是它的座椅其实是舒服 这一点是老实话 座椅是舒服的 只是空间表现是真的不怎么样 如果是讲后面要载人其实还是可以的 但是前提就是后面的乘客可能 它的身高不要太高不要太大致啦 大概是170左右 座后面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因为其实马来西亚人平均身高大概是 170到175左右 所以我181可能是比较是一类一点啦 我不许补这一点我又被骂 然后 它的这个质感 它的皮革其实抹上去都还是很舒服 只是我会建议这个车顶如果不是黑色的话 压迫感可能不会那么的明显 然后整体而言这个后座空间表现 我就不讲那么多啊 你们自己去评断啦 我是觉得这辆车其实还是蛮适合 这一个单身贵族或者是两个人或者是 有一两个小朋友的小家庭用 应该还是OK的 但是这辆车主打的本来就是驾驶表现嘛 谁会去在意那么多空间表现是不是 OK 接下来我们就去试驾环节 OK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这个Mazda 2 Liftback的驾驶感受啦 我最喜欢它的点就是它很灵敏的操控 这个也是它跟Sedan最大的差别 因为它少了一个屁股 所以它整体的车身动态会更灵活 加上这个很跟手的Sedra 你看到吗 我切换车道 马上就进来 然后如果是讲我要超车的时候 我要割车的时候 在后面我一打Sedra 出来整个车身看到吗 非常的流畅 它主打的就是一个丝滑流畅 所以这个感受 你是很喜欢驾驶的去的朋友 你一定会很喜欢它的这个设定 因为 Mazda 的人买一体 其实它主打的不是讲它的操控表现有多好 而是所有的人去开Mazda 都可以把Mazda的实力发挥出来 其实这样子的动作 这样子的车身动态 其他车子也做得到 但是你可能需要有一定的技术 你才可以把它发挥到极致 但是Mazda 3就不需要 你可能是一个 刚刚拿到匹牌的朋友 你去开它 你都可以feel到它的驾驶乐趣所在 我觉得这个一直以来就是 Mazda 3最大的特点 也是我最喜欢它的地方 必须严重称赞这个steering真的是很更松 你看 它基本上做到即时反馈 它不会有任何的拖延 这个设定呢 我觉得 喜欢驾驶的朋友真的会很喜欢这个steering啦 不过我觉得steering可能有一点点细 再出一点点会更好 然后接下来我会有一点点不满意的地方 就是它的brake 我觉得它的brake 会比较软一点点 尤其在有时候你要emergency brake的时候 然后你会觉得这个刹车力度不够 这个好像是日系车都会有一点问题啦 不过我自己的车也是日系车 可是就没有这个问题啦 我会觉得有点奇怪 不知道其他的Mazda 3车主会不会跟我有印象看法 欢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然后接下来就要讲它的后悬调 在目前的三台日系的c segment里面呢 只有Mazda 3的后悬调采用的是Torsion Bean Torsion Bean会不会影响它的操控 我觉得会 但是实际上整体而言 这台车的操控表现 会比起上一代采用Modeling的Mazda 3更好 因为其实用Torsion Bean不代表它的操控表现会不好 主要是看厂商怎样去调教还有厂商的功力 用Torsion Bean操控好的车很多 包括这个FK2 Type-R 然后包括Bugger的车款 基本上都是Torsion Bean 所以基本上Mazda 3也是在这个范围里面 但是呢 你真的把它推到极限去的时候呢 它还是会feel到一点Torsion Bean的这个劣势啦 但是一般的人开车并不会每天都把车推到极限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驾驶它问题不大 我是真的很喜欢它这个很低矮的坐姿 基本上我感觉我整个人都是贴在地面上 这开车感觉有点像在开Go Kart 就是那种很纯粹很纯粹的驾驶感受 很流畅的驾驶感受 你真的去开Mazda 3你真的很难不爱它 但是我讲了那么多它的优点之外 我不会讲它没有缺点 其实它的缺点还是有的 我缺点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在这个引擎 这个2.0的自然进气引擎呢 其实它的动力表现是不错的 你看账面数据也好 实际开启它都OK的 可是有时候就是在市区驾驶的时候 你会感觉它不大要换挡 就是 可能OK我现在放慢速度了 然后我身踩油门 它的挡位不大要推 它就是维持原本的档位 就导致那个车 加速不连贯 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啦 因为我记得在上一代的Mazda 3 是不会有这样的情况的 可是这一代会有 所以也导致了它的加速表现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慢 但是它的优势 在于长途驾驶的时候 它的那个伪劲会有一个 很好的动力储备 这一点是大排气量自然进行的 引擎的优势 可是以现在的人开车的状况来讲 大部分的人都是每天在乘试驾车 所以可能他们要求的会是一个 比较轻盈的 这一个 加速表现 这一点的话 Mazda 3可能就做不到 我觉得是稍微可惜一点啦 然后整体下来 除了这个brake 比较软 这个动力 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流畅 可能我自己开惯 跟涡轮怎样引擎的车款 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没有那么流畅 然后 还有就是 压迫感比较重之外 这辆车我是爱它的 我还记得曾经有一个读者在外面遇到我 他跟我讲 他看了我的video 他毫不有意就去订了Mazda 3 因为 他看了我的影片之后 他觉得 Mazda 3是他的那个 真爱 然后他也开了两年多 然后他也很满意他的车子 但是我不知道他现在换车了没有 可是我觉得 这辆车子就是要遇到 会欣赏它的人才会买 所以他在今年的销量呢 他可以超越Altis 我是真的觉得 有一点意外 但是又好像在情理之中 也不是讲Altis不好 就是Altis可能就是老了 所以 刚刚好他今年推出了一个Facelift 加了一个GR版本 所以明年这两款日系系列的销量呢 我还是很期待的 不过目前为止的话 我会比较preferMazda 3 你这样 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C-Segment Sedan 或者是Hashback 以后在马来西亚市场会越来越小 产品会越来越少 所以 已经不存在值得不值得的这一部分了 所以大家有的买就买啦 不过这辆车呢 我也觉得不可以用值得和不值得去评判它 因为这辆车给到的东西真的是太独特太unique了 我个人觉得 如果见你真的是一个追求个性化的朋友 这辆车真的很适合你 如果你觉得它空间小化 那么抱歉你根本不是它Target的消费者族群 所以 Mazda 3 还是有它的粉丝 我是赞同的 而且这辆车开起来是真的好 只是我觉得在这个年代2.0的自然进气引擎 可能比较没有办法跟上这个消费的需求了 虽然给我我还是可以满意的 但是 基本上对手都有涡轮引擎的话 那个对比就差别明显一点了啦 不知道你对这辆车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然后这一次呢整辆车的平均总分 如果满分10分我会给到它8分 你会给几分呢 影片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要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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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